一花已实现,一叶已如来 大家好,欢迎收看佛禅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 干净是一个人的习惯 是一个人的品格 不喝群是很独立 有自己的思想活成了自己 每个成功的家庭背后 有一个默默无闻的女人 愿意为了家庭默默付出 不求功名,不图享乐 男人最大的成功不是摇缠万贯 而是找对了妻子 劳累的时候有个依靠 人在低谷的时候有人陪伴 女人最大的成功不是嫁入豪门 而是有一个知冷知恶的丈夫 是大局有骨气 为了家庭的幸福 不管多苦多难都能扛得住 撑起一片蓝天 真正高贵的女人很干净 不合群 嫁给谁谁都会幸福 家和万事兴 一个家庭很干净 生活和社交的圈子小一点 更加温馨 人到中年 家里的顶梁柱 其实是妻子 她才是引领家庭的一盏明灯 一 女人不合群才能做更好的自己 真正的妄夫的女人 都不怎么合群 为什么呢 因为她一心一意 顾着自己的家庭 大部分的时间 都在围着家庭事业转 围着孩子 父母转 她每天在家里搞卫生 让家庭变得很干净 哪有那么多时间 陪别人闲聊 好女人活得不庸俗 有自己的想法 也会辅助行动 她在研究自己想要做的事情 干一行爱一行 干一行成一行 能够自我约束 心无旁骛地做一件事 哪有不成功的道理 女人嫁人了就有了依靠 但是最好的依靠 还是自己 唯有自己能够赚钱 活得很独立 才能够抵挡 人生路上的风风雨雨 女人不合群 是因为鹤立鸡群 她总是很特别 不与层次太低的人为伍 不喜欢去吃喝喝的场所 不爱热闹 她也有朋友 但是不多 有几个好闺蜜同行 常常问候 也就很知足了 朋友太多了 反而会害了自己 要是遇到一些 美安好心的朋友 就更糟糕了 像欢乐送中的樊胜美 因为原生家庭的影响 她十分渴望 找到一个有钱人 坐上安迪的豪华跑车 瞬间觉得自己提升了一个档次 朋友酒吧开业 她要去掐筋 也喜欢常常 柳帘鱼上流舞会中 觉得自己似乎成为了 上流社会的一份子 但正如取消交 一针见血评论她的那一句 这个舞会 没人把她当主角 有时候 我们自以为的合群 不过是满足自我的虚荣心 其实到头来什么都不是 而反观那些 不合群 喜欢独处的女人 她们才是 不明则已 一名惊人 因为她们懂得利用独处的时间 最大化 自我的价值 高贵的女人 社交圈在做减法 把家庭的圈子看得很重 把家庭的成员 看成自己生命中最重要的人 学会爱身边的人 她也会被美好的感情包围 高贵的女人 懂得尊重别人的想法 也会听别人的意见 但不会被别人的思想 左右自己 独立 自由 才是她的 人生向往 二 女人越干净 越有贵气 当你走进一间屋子 看到窗面几净 你一定会爱上这间屋子 有一种想要住一天的感觉 如果你走进一座公园 看到到处都很干净 你都想在地上坐一会儿 感受一下鸟语花香的滋味 如果你看到一个女人 她打扮得很得体 脸上很干净 你一定想多看一眼 她给你留下了一个好印象 干净的女人不仅仅是外表干净 还是灵魂很干净 人的灵魂 有先天性的干净 也有后天性的干净 俗话说 人之初 性本善 善良的人 灵魂很干净 只是后来 很多人都被社会上的 歪风漏袭感染了 弄丢了善良 俗话说 富有诗书 气字华 一个喜欢读书 灵魂就会变得高贵 就能够成为知书达理的人 不管人世有多苦 都会活得优雅从容 真正高贵的女人 一直很善良 也一直在读书 把人生最美的一面 都留在了生命里 多年以前 小区里来了一个女乞丐 还带着一个孩子 有人说 这个女乞丐多半是假的 根本就不穷 要不然 她怎么会穿着 那么整齐干净 也有人说 人家只是暂时落魄了 来套一点钱 要一碗饭吃 小区的张阿姨 请女乞丐吃了一顿饭 吃完了饭 女乞丐帮忙收拾了碗筷 擦干净了桌子 然后再离开 离开的时候 并没有忘记说谢谢 这是我见过的 最特别的气感 七喜福福是人生常态 落魄的时光 也在所难免 高贵的女人 在人生落魄的时候 更加显得高贵 并不会因为很穷 让自己活成怨妇 成为了糟蹋的人 人生落魄的时候 就努力读书 提升自己 才是最好的出路 三 女人的高贵 离不开 家庭的幸福 如果把人生 比喻成一棵树 那么家庭就是土壤 家人就是空气和水分 家庭事业 就是阳光和希望 一个活得幸福的人 不能是孤家寡人 而是活在一个幸福的家庭里 一滴水 只有融入到大海之中 才不会干涸 一个高贵的女人 只有在高贵的家庭里 才不会掉架 独目不成林 高贵的人 如果只是自己很高贵 身边都是一些庸俗的人 那么她就会活得很累 女人生活的层次 看她的孩子和丈夫 就知道了 有一次 和朋友老马去逛街 老马说 你看看街角的男孩 一看就是没有这样的人 她的母亲 肯定是一个邋遢的人 我说 你就是乱说吧 你都不认识她的母亲 你怎么可以随便地定义别人 隔一会儿 男孩的母亲 忙忙碌碌地跑过来 拉着男孩就走 果然 男孩的母亲 打扮得一般 衣服也不干净 说出来的话 也不干净 很难听 我终于明白 相夫教子这个词语 是有内涵的 从女人的丈夫和孩子 真的可以看到 她的真实面目 一个男人的衣服 是不是很干净 其实是女人 是否很勤快的表现 一个孩子有没有教养 就是一位母亲 有没有教养 高贵的女人 在做好自己的同事 也用自己的言行 感染了家人 还用自己的严厉 管教了家人 她很严厉 但不是不讲道理 她很温柔 但不是软弱无能 她长相普通 但不是没有气质 她脸上有笑容 但也不是好惹的 她尊重别人 但不会迷失字母 高贵的女人 是一个家庭里的王者 也是一家人的福气之缘 今天的分享就是这些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喜欢佛传频道 别忘记点点订阅 期待你的留言和转发哦 在这里 你永远不会孤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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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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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